有一个这个动作就是 将两个隔线中间的重点号码跟特别号 填上 特别注意 这个是针对不是段落 是文字 填上50%的黄色网底 那黄色网底该怎么做 重点号码跟特别号 那选取的方式 当然如果说你要连续选取的话 你会发现 你选了下一段 下一行之后 这个字你都按 没有按Ctrl键 他当然没有办法多选 不过如果你按Ctrl键 你要把这些范围选取 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呢 前面有讲过 按下那个Alt键 你可以给他一个范围 这样就可以框出这个范围 按Alt键 特别注意Alt键 从这个左上 你就往右下拖拉 这个范围就会被选取起来 选取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呢 做那个黄色的网底 特别注意啊 网底的部分 从这个地方进到网底 那网底部分特别注意 第一个呢 请各位针对的是文字 而不是段落 如果你套用段落的话呢 那你就变成整个段落 那整个段落就包含这一整个表格里面的这个文字都会被改为黄色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第一个请各位套用文字 针对文字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先选样式 样式部分的话 请先选着50的这个样式 然后呢 再给色彩 色彩部分呢 题目要求是黄色的 所以呢 记得这个流程一定不能够乱 你不能够先选完之后再选这个文字 记得先从这个开始 123 选完之后的话 我们按一下确定 确定之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只有黄色的字 黄色的网底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另存新档动作 把它另存一下 然后存成WP 这个地方记得把它改为WPA 02把它储存起来 我刚刚已经存过一次了 储存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档案关闭之后呢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评分的动作 那评分的话呢 可以从这练习系统里面 跟前面一样 素科评分找到206 然后按一下确定 那当然 如果你刚刚的动作没有做错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得到10分 得到10分 当然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动作做错的话 它也会告诉你哪一个小题是做错的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会得到10分 那假如说你其中一个动作做错 就扣2分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